感激一下吧 诺 大王 今天诸位爱妃和国师都在这儿 国王现在正在忧心一件事情 大王 你还忧心什么事呢 如今的稀奇兵马已经强大 而我昭哥却 大王无需多虑 我们姐妹已经商量好了 会找个人来帮忙 是啊 大王 而且太师已经摆了一个九曲黄河镇 来公开稀奇 九曲黄河镇 什么东西啊 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镇法 不过文太师一个人撑不住的 但是文太师在三山五岳 有很多一起学到的道友 他已经通知他的道友前来帮忙 所以大王 你就不用担心了 我说娘娘 这九曲黄河镇 光听名字 那就十分的霸气啊 是啊 这九曲黄河镇一定特别的傲妙无比啊 稀奇如果有人敢进九曲黄河镇 那绝对就是有死无生 更何况 国师的伤势已经痊愈了 要帮助太师 正是如虎添翼 是啊 大王 公报 伤意已经全好了 而且我发现 我的法力比以前更加精进 蒙大王之恩责 公报 一定灭了稀奇 好 既然国师已经痊愈 那你就经常去太师府伤意伤命 能不能绝勤 谁是凤凤的 千古爺 你为什么要在哪里 这是一个小的 我先不去 你让我ends了 你 м昨天 你咋在哪儿 你它在哪儿 你也帮手 你用什么 你就帮手 拒手 你帮手 你要帮手 这去做 是啊 大王 你先回去吧 姐姐随后就到 大王 不如我先陪您回去 让他们把话交代清楚吧 大王 不会是只要娘娘 不要我这个玉妃了吧 我的小心杆怎么会呢 好 那我们就先回去 让他们快点过来 去吧 恭送大王 恭送大王 娘娘 那我们就先回去吧 这两天大王心情不太好 你们两个要多花点心思 陪陪大王 好 是 是 去吧 大姐 你说 那小蛋公报什么事 这两天我一直在参小女娲时 本来是想找找 是不是有什么办法可以医治公报 大姐 多谢大姐 公报 感激不尽 公报 谁让你感激了 我已经说过 咱们是四家人 不必说客的货 是呀 大姐 那你参悟出什么来了 我倒是没有找出什么办法 可以医治公报 但是我另外发现一个 非常厉害的道家宪法 道家宪法 己irlos 百姓 十三年 第二天 多谢大乎 按照 二天 禅二 药 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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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要你在这里好好修炼 一定要把这道家仙法铭记在心 好好修行 好 大姐放心吧 公报现在身体完全恢复了 功力也比以前更加精进 我只要把这个仙法用心练成 我想就有十足的能力 跟江四雅抗衡 我就是这么想的 那么公报 你就赶快练吧 我就先去陪大王了 好 宋大姐 公报 你要好好养身体才能修炼 知道吗 清清 放心吧 我的功力已经恢复很多了 我想只要我把这个功法修炼成功 打败江子牙就有十足的把握 去吧 就是这样子喽 那 那一定很痛啊 岂止是痛啊 我光是听这件事情 我心里就非常的难受 师父 你受苦了 无极啊 师父跟你说的这些话 是希望你能够明白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这深刻的道理 所以 就算我被兵戒以后 也没见过师父说话这么慎重的 所以我已经决定了 这十日之内韬光养晦 然后把之前学习过的法术 好好地重新修炼一遍 这样可以让我变得更沉稳 道合可以修炼得更高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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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操心 去 到一半去 相公 我明白了 我真的明白了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打扰你 我再也不烦你了 你放心吧 相公 昭弟 你知道吗 我从来没有嫌弃过你 没有嫌弃你烦 也没嫌弃过你闹 只是如今西齐日益壮大 连北伯侯 虫侯虎 他都来投靠我们西齐 所以我现在觉得压力很大 还有 昭哥那边 他们也应该非常清楚地看到 我们西齐的兵力 越来越厉害 所以我担心 他们会用更加恶毒的手法 来对付我们 相公 我明白了 这几天你就在家里躲着 十天之内你都不要出门 所有的事情都交给我 我马昭帝亲自去为你操练三天 你 师母啊 能做这件事情的人非常地多 根本不用你去废这个心了 这十天呢 你就负责 好好地陪在师父身边 照顾他就行了 再说了 马姐 我们还有生意要照顾 你忘了吗 赚钱的事情 可可可可 可是大事哦 相公啊 那那那你忙你的 我忙我的 我们俩夫妻啊 分工 可做 把这个心也去 为你 文太师到 老臣文重 参见大王 太师免礼 请坐 谢大王 文太师 大王赐座 你就坐吧 谢王后 不知大王命费重游魂 叫老夫前来有何事相伤 太师 今日雇王在朝中 扶你为三军统帅 看太师面露难色 所为何事啊 老臣承蒙 大王恩宠 挂帅西齐 乃是我的荣幸之事 只是年年征战 老臣有些疲乏 太师 这些年您确实辛劳 但是在本宫看来 您还正值盛年 身体硬朗 尤其是神清气定 而且我朝中除了太师您 谁又能挂帅呢 这说起来 是大王看重您闻太师 太师应该高兴才对啊 是啊 微臣奉大王旨意 前去命太师挂帅出征 其实太师心里高兴着呢 是啊 太师说能替大王分忧 那是臣等的荣幸 只可惜我跟费重 我们两个手无腹肌之力 无法替大王排忧解难 实在是汗颜哪 放肆 老夫还没问你们两个 你们跟着摩家四将 攻打西齐又投靠西齐 又回我朝 你们你们作何解释啊 哎呀 这这我的心意 早就表明了嘛 并非投靠西齐 而是去做内应的嘛 对啊 我们是故意去做细作的 而且我们收集了不少情报 为昭哥也争了不少光啊 这点本宫倒是可以作证 你瞧 虽然费重和游魂是文臣 但是对我们大王可是忠心一偏 就是 对 王后说得对 大王 老臣在宫中已经答应了 带兵去攻打西齐 但你叫费重游魂叫老臣来 难道就是为了家庭琐事吗 当然不是 太师请看 这 太师不要惊讶呀 这是大王特意送给您的赏赐 大王还说大殿之上送这么多的礼品 就怕别的朝臣还妒忌呢 老臣不敢当了 这么贵重的礼物 老臣不要也罢 太师啊 莫非你嫌少 大王 就算大王赏老臣一块石头 一方手帕 老臣也不会嫌少 只是西齐为攻打下来 老臣怎么能收这么贵重的礼品呢 好 太师果然是孤王最倚重的重臣 太师 你放心 若你真的攻得下西齐 别说这些 孤王会有更贵重的礼物赐予你 而且孤王已经想好了 孤王决定将西齐 封于太师 大王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还不赶快谢恩呢 是啊 太师 你看大王多看重你啊 太师 赶快谢恩吧 老臣文重 谢大王 太师免礼 谢大王 那孤王就再次预祝太师 此意凯寻而归 来人 谢大王 大王 大王 王后 请 来 来 太师爷 我们姐妹也会去帮忙的 而且国师正在练一套无上心法 到时候肯定会帮上很多忙的 既然是协助大王 我们理当齐心协力 是 而且老臣也有这个信心 打败江子牙 擒助激昌 只是 只是 只是什么 大王 老臣以为 得民心才能得天下呀 倘若老臣 能够劝说激发投降 希望大王能够网开一面 让他继续留在西齐 这儿 能够使各路诸侯们知道大王的德政 以民心对问殷朝 不知 大王意下如何呀 是 若激昌当真可以归顺于我 国王可以做到既往不救 欢呼大量 好 多谢大王 老臣告辞 这温太师也太多事了 负责领兵 那就好好地打呗 攻下西齐 把激昌带回来 那不就更省事了 是啊 大王 你说那激昌之前 之前在朝廷上表现得如何懦弱 如何无能 这一回西齐 马上就叛变了 就是 这人心机多重啊 此人可留不得呀 这个顾王当然知道 只是顾王既然派文太师攻打西齐 当然希望能够拿下 若激昌真的肯亏顺 那以后顾王有的是时间 慢慢地收拾他 王后 王后你说对吗 大王睿智聪明 如果真的能这样 当然是最好 不过 就算杰昌肯归顺 还有一个人未必肯听 谁啊 江子牙 江子牙 你怎么会